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穩定的气候加上大安西的优质地理环境 造就了苗栗卓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水果王国 不过在这淳朴的小镇却有一间充满艺术人文气息的餐厅 在苗栗卓兰这淳朴的小镇有一家特别的餐厅 在我旁边的就是赞老板 卓兰这个水果之乡很存福 可是你的店里面我发现很有艺术气息 这样有点冲突 怎么会这样 因为小弟非常喜欢旅游 然后一年都固定会跟老婆女儿一起出国 特别喜欢去欧洲 然后感染他们的人文气息 然后每次去少不了准备带一点礼物回来 对啊 然后就把他们那边的壁室 把自己的店走完的店当做是自己家 家里的客厅这样在布置 那所以说你把客人当做是家人这样 没错没错 来这里没有客人只有家人 能够把客人当家人 当然这菜色自然是特别吸引人 我来介绍我们的东坡肉 东坡肉 快炙人口的东坡肉 客人说的喔 吃了东坡肉做梦都会笑 真的 做梦都会笑 听你这样讲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没错 而且第二天醒来 枕头旁边一定有一滩口水 就是 因为梦到东坡肉 所以口水一直流就对了 没错 真厉害 厉害在里面 真的 这个要弄到这么入味 要花很多时间 要玩三天 三天才能够变成我们走岸的东坡肉 从前在饭店当任主厨的詹姆士 手艺真是没话说 我想这次要换我回家做梦流口水了 除了在詹姆士充满人文气息的餐厅 可以好好饱餐一顿外 在佐兰镇上还有一间人气超旺的鹅肉店 特别是店家用炭火烹煮鹅肉 所以风味独特 就连平日也都是坐无虚席 在佐兰镇上甜薄肚子后 阿超我个人建议可以到台湾的大峡谷 散散步哦 虽然我没有去过美国的大峡谷 但是没关系 小钟我们来佐兰就是可以看台湾的大峡谷对不对 阿超你没有看到后面人山人海吗 哦真的耶一排的人耶 所以我现在就带你来看我们佐兰的大峡谷 好走跟着小钟走 小钟我发现我们佐兰镇的是水果之香耶 你看我们现在来到大峡谷这边 外面也都是在卖水果耶 对啊我们佐兰里面主要的水果就是大理和葡萄 所以看到很多葡萄啊大理啊都刚好是正常的时候 你现在来的正是时候啦 真的耶哇来到这边说水果之香 就是走到来都看到水果真的很棒 对啊 来到大峡谷的游客 还真的可以用满坑满谷来形容 这种特殊景象跟大峡谷的特殊地质 还真是不谋而合 阿超你知道我们这个佐兰都是 大部分都是客家的你知道吗 对啊我知道啊 对啊 你在看这里之头 这样开始一定快到大家旧各个地方 对 你知道它像我们客家的一道明太吗 哦 你是说像那个梅干扣肉对不对 像那个肉一层一层的对不对 对啊 哇 真的耶 它上面看起来就像那个梅干扣肉 有像耶好可爱喔 阿超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这里咬肉很好玩你知道吗 嗯 还可以来这里抓野兔 还可以在这里游泳 真的喔 所以那个看起来那个 以前都是很多野兔 然后我们就带那个猎虎那一块 哦 所以以前这边就是有河床的时候 然后就是这边就可以来这边打猎 还可以游泳 哇 台湾的大峡谷 在桌南 哇 小钟壮看啊 你看好漂亮喔 台湾的大峡谷 对在桌南 哇 真的耶 我看这个高度大概有三四层楼高游了 对有 看怎么很壮观 你知道以前这里喔 是整个满满的水灶 嗯 自从那个921大地震 整个地层它融起来 融起来以后 这里的整个叶岩它很松 结果又一直河水的切割这样 你现在见了这样漂亮的大峡谷 哦 哦 所以是因为 还要多亏感谢叶岩 对不对 因为叶岩它很松软 所以才有看到现在的峡谷 它有当初921的大地震 诶 这个好像感觉好像是因祸得福 诶 诶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大峡谷 就是因为它这个叶岩涂质 松脂 对 所以说这边我们也看到它 要拉入境界限就是危险 对不对 对 它所以土石很容易风化 所以 在经过风吹日晒 然后有假雨的时候 它就会切割架气 而且会等于做风化 所以每次来到这边 看它的景色也会不太一样 对 会有一点不一样 哦 欣赏媒体的同时 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边的岩石真的是 比较松软 安全会感的重要 来到大峡谷 除了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外 从不同的角度 观看大峡谷 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看到台湾的大峡谷 我才知道 原来大自然才是我们最厉害的雕刻师 太壮观了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卓然的大峡谷 就好像巨龙一样盘踞在此 只不过它何时会离开 我们也不得而知 来到水果之乡 卓然 除了可以吃到好吃的水果之外 这边还有很漂亮的美景 可以欣赏哦 在卓然的高地上 有间特别的民宿 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整个卓然镇 整个卓然就在前面啊 对对对 前面是卓然 漂亮耶 哇塞 朝西边望去 还能看得到台中市区 如果幸运的话 也可以像我一样 在庭院的躺椅上 悠闲的欣赏 以后天晴的彩虹 更棒的是 到了晚上 还有卓然镇上的翻新点点 陪你一夜好年 哇一早起来蓝天白云 哇 生气气爽 太好啦 小赖哥早 早 早 哇小赖哥 我看你的欧姆大 还有加个笑脸耶 看到就很开心耶 对啊 来我们这里 你就会很开心 对不对 你早上有没有很开心被吵醒 我大概是生平第一次 但是被蟬叫声给吵起来 一早上就 咚咚咚咚咚咚唚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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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醒來了 对啊,我们这里这时候就是生态很好 我们... 这个园区 scrutiny 差不多30几年没烹药 所以他整个生态非常非常的棒 蟬啦,小鸟1大堆 在这里吃早sex 跟在欧洲一样那种感觉 真的耶 这个面包我自己做的喔 不会吧 这个你自己做的 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大的 是你自己做的喔 對啊對啊 等一下要不要吃飽 我們來試看看 帶一些回家給小朋友吃 好啊 我們的麵包很健康的喔 好好好 聽小賴哥這麼講 看這個麵包看起來這麼漂亮 等一下來考考看 來跟你學學看怎麼做 好 很夠麵包 所有180度的麵包都有環繞在 在我們這裡有夏天的麵包 也有 哇 這裡人太衛美也太豐富吧 喝個果汁也蜜蜂也來陪我一起喝耶 喔喔喔喔喔 阿燥 走走走 帶你 帶你我們來做個麵包 好 欸 做麵包來廚房 你這個廚房也太大了吧 哇 有那種像飯店級的廚房喔 現在你看 所以說 我們做麵包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做這個麵粉要發酵對不對 對對對要要發酵 我們現在第一次發酵 然後我們現在再來 要做第二次的發酵 所以你的麵包是要經過兩次發酵喔 對 蜜蜜就在這裡都讓你 讓你知道了 好過了五分鐘 時間到 好 哇 現在的麵團看起來就很漂亮很可口的樣子咧 阿燥你要摸看 很Q彈彈 軟麵 軟麵 軟麵軟 軟麵 那時間好棒喔 我家 哇 好像那個小時候在玩黏土的感覺 對對對 哇 欸 這光看這個麵粉就會知道這個麵包一定好吃 欸 那我們現在是這個動作是要做什麼 現在要整形 整形喔 欸 哇 這麼小一坨的麵團就可以發這麼大的麵包 哇 太神奇了 好 好我們現在把它 欸 這樣子 流成這樣 一團 哇 欸 這觸感好舒服喔 很軟喔 很軟耶 欸 有點像在搓湯圓喔 好 走走走 走 哇 我們去三樓 三樓 要開這邊 一分更好 對 麵包製作DIY教室三個囉 小賴哥 我們來做麵包啦 來做麵包啦 登登登 耶 哇 我們麵包需要的料都已經準備好在這邊了 然後來 來你教我怎麼做 好 我先烤你一下好不好 好啊沒問題 我們這個都是麵粉對不對 欸 啊你知道這個是什麼麵粉 欸 我知道做麵包的應該是要用中筋的對不對 不對不對 啊 不是嗎 中筋的是做餅乾 喔 那我們做蛋糕的是用皮筋 皮筋 在弄清楚麵粉之後 接下來就是把準備好的餡料塞在麵包裡 至於麵包的造型嗎 就看自己的創意發揮囉 哇 榮友可愛的小魚 最後一道功夫啦 就靠它了 自己烤箱了 就靠這台烤箱了 好 我們好吃的麵包就可以出爐囉 好 好 好 黃哥 在四分鐘以後 我們就軟綿綿 香噴噴的 還有愛心的麵包 哇 耶 原來 賴大哥的麵包 好吃的真正原因 就在於那份愛心 就在於那份愛心